我一生明顯為你 因為一切真是你 我在台北教區當福利主教的時間不長 後來我就被調到嘉義去 就管理了嘉義教區 那時候大概是2008年就宿職 也就是去見教宗了 那見教宗我是很害怕的 你們知道以前 現在好像比較寬一點 以前都是見教宗 當然先要見各部會的部長 到各個部會去 完了以後就見教宗 那見教宗有15分鐘的時間 你坐在教宗的前面 你跟教宗來對談 教宗問你什麼話 你都要回答 所以我就皮皮刷 不過那時候 我也想出一個好的對策來 我說我讓教宗來問我 還不如我就問他 對 我想這樣子可能 這樣子我回答的 就會在我的範圍內 否則教宗你問我 天南地北你問我 我知道我也答不上來 真的 所以果然是這樣子的 我先是自我介紹 我是什麼哪一個教區 我是什麼名字什麼樣子的 介紹完以後來 我就跟他說 說教宗啊 我是一位新主教 我沒有什麼經驗 可是請你告訴我 我真的是那麼近 跟他講 請你告訴我 當我開始 要治理一個教區的時候 我應該做什麼事情 最重要兩件事情 是什麼 請教宗你 你的經驗 你告訴我 對啊 教宗他真的是 就很從容 他就告訴我 第一個 你要愛你的神父 你要跟你的神父交談 他們馬上就是先提到神父 他說因為神父就是主教的左右手 神父們大家都合作的時候 這整個教區就會更加的團結合作 好 所以這是第一個問題 然後我就說那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第二個問題 他說要慎化家庭 你想辦法要讓家庭能夠慎化 因為這個家庭慎化的時候 就會大家都會更 更慎盛更熱心 也會 就會跟教會就會更加有關係的 因為在這個世界當中 我們都會一直被世俗所拉扯 就會是俗化 所以要慎化家庭 把家庭慎化了以後 家裡面的人 爸爸媽媽就帶著孩子 一起到聖堂裡面來 或者是一起練玫瑰經 這個是很重要的 一起祈禱 一起讀經 他就跟我提這兩個 因為他提了以後 他都還解釋 解釋以後 大概15分鐘快到了 所以 所以 因為有一個理官 他也是說 教宗已經15分鐘了 可以了 我是謝謝教宗 我就出去了 所以這是我跟教宗的接觸 教宗 是很清楚的 所以這個就一直放在我腦海裡面 因為教宗 他最重要的兩點 所以我那時候是在嘉義的時候 我是一直放著這個神父 我跟神父們之間的溝通 我跟神父們之間的關係 然後就是要聖化家庭 要讓家庭能夠回到教會裡面來 然後最後一點我要提到的時候 就教宗 他最後要離開這個世間的時候 他就留下最後一句話 最後一句話就是 Lord I love you 上主我愛你 就是這個 所以這個也可以看他 他在世的時候 發表第一篇 那個通諭的時候就是 天主是愛的通諭 他特別是強調愛 愛天主愛人 這正好是跟我們今天的讀經一 裡面所談到愛 你要愛你的近人 愛你的弟兄 這是有很密切的關係 因為所有的誡命都總綱 誡命的總綱就是愛 一個字 愛 那你假如要分開的時候 就兩個方向 一個是愛天主 一個是愛近人 愛我們周圍的人 大概是這樣子的 所以這個也是奔讀教宗 他第一道通諭的時候 他就提到的這個 天主是愛的通諭 談到這個愛 然後最後他也是說 我的生命我一切都獻給天主 所以天主我愛你 我愛妳 為一切正是你所思 我的生命全都獻給 quarterly 谢谢大家